两年前刚离任的夏威夷前州长Linda Lingo是当地知名的共和党政治家。 Lingo出生于密苏里州。1975年在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后来到夏威夷。 2002年,Lingo成为夏威夷第一位女州长,任职至2010年。 目前世界经济下滑,经济增长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。 Lingo的经济主张包括税收改革、减化企业条例及鼓励合法移民。 鼓励合法移民是Lingo竞选的一个重要议题。 Lingo说,我们不需要把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连在一起。 Lingo认为,合法移民有利于美国长期的经济发展。 新唐人电视台夏威夷记者站报道。